女魔娇母仅要封智伟 暗示上法庭量性侵证据 曾智伟坐在香港开记者会念声明稿 在渡城清广路流传她性侵难解 应事不时报道 并针对女魔娇母韩颖华 韩怡在微博指控她不是一次性侵女艺人 在KTV迷魂模特儿等 她表示将提告 韩怡作为讲座等 金载枪 咱们走着瞧 上法庭得有证据不是吗 自找的 有网友提醒韩怡 你在网上说她人一事 假如没有其他证据证明 那么是孤政 法院是不会采纳的 因此 你必须收集证据 我还是建议你找一名律师 以防后患 韩怡回说 谢谢关注 不是孤政就是了 暗指未有布置一项证据 韩怡今下午转去低调 原本微博发言次数频繁的她 表示最近会少上来 律师说从现在开始少说话 有人劝她每天上来 报道就好 十几亿人支持她 她回 十亿 开玩笑 四千至五千万关注会有的 老婆子很少如此鲁莽的 因为学生的是老 惦记着看那一天揭开 也料不到反应如此的 律师的话要听得 付了专业费还按自己那套做就愚昧了